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明的氧化问题啊 第一话说 哎呀 我看我这个月季叶子大了的 你就一两个叶子大了这不很正常吗 这种由于水费的供给不足 你像有的话说很不理解 月季呢 要再强光照一下 你可以透透的给它浇水 那么光照不足的时候呢 浇水就保持土壤的微微潮湿就好了 现在呢 就是有点大了 水有点供不上的感觉 没事啊 没事 你就保持这个样就行了 你们家光照肯定很一般 这个没啥事 你要是看着一叶子不舒服 你剪剪叶子少一点 它就不大了了 很正常 下个车 我说 你好 你好 红韵当头该怎么养 红韵当头呢 不喜欢强光暴晒 您用这个泥土养的话很费劲的 另外这个东西呢 它对于棚比较敏感 就像人一样容易牵中毒 它是一个道理的 就不要用棚肥了 你用肥料的时候观察一下 好吧 另外的话不喜欢强光暴晒 再一个呢 在养护它的时候 一个浇水啊 是浇在那个叶杯里面 杯子的那个杯 叶杯 好吧 浇到那个里面 就是它这个漏斗状的这个里面给它浇上点水 心里边别浇 外围的那些叶杯给它浇上水就行了 土壤保持个微潮 其他的没啥了 慢慢养吧 你想你想养开花费点睡 老花一也能帮我看看这发财树咋了 出去旅游一个星期回来就这样了 该修剪了发财树说过无数遍了 这种话题 你要发财树长得比较多哈 这个叶子多的时候它树干它营养是供不上的 它的根系是很有限的 所以说呢 花儿门该修剪的修剪 该施肥的施肥 别的没啥 避免强光的暴晒 下个错包 这个是龙血树啊 叫干叶的干叶了 就揪着那个叶子往下劈一劈 另外呢 浇水注意干湿循环 这种花盆跟花友们说过无数遍 特别容易闷根 浇水的时候特别不容易干透 特别容易闷根 这样一拽哈 咎主往下一撇就下来了 撇撇叶子留下一些比较好的让重新长一长 它可以长得高一些 其他人更好看 嗯 该用点肥料的用点肥料松松坨 像这种情况就用点粪肥就比较好 好吧 下个错包说你好了 欢迎室内温度20家 一冬天发财出大叶子掉了 新长的要修剪吗 肯定要修剪啊 太长了 太多了 该剪了 发财出你要那么多叶子干啥呀 你要的叶子多他又供不上 下个错包说蓝雪花 肢干上叶子背面都长了很多的毛毛 能用点这个小白药吗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往土里面用一下预防一下 这个木牙是光照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哈 光照还是差一点 他不怕晒光照越好的长得越挖晒 也不怕热 但是呢 就是怕冷好了 别大没啥了 绝对不说 接点个赞啊 前仰问你什么样留言 我老我一样 最人一 嗯 没有 我还是另一个人的叶子 我们就会来嘛 我也不怕 我们就会来完蛋了嘛 我还是过来 我们对我们的叶子 我们的叶子 savagada 我们再来 然后我们接一下 我们的叶子 看这个小白药